试管婴儿有什么风险 赵静 西安市第四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试管婴儿技术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成熟 并且给许多的不应征服服带来了服音 但是如果应用不当 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在初排卵过程中的 一个卵巢过度刺激的风险 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导致病人出现胸闷气短 然后腹胀纳叉大量的浮水 甚至胸水的出现 那么严重的情况也可以导血栓的形成 那么在取卵的过程中 也有可能导致强脏气的损伤 然后取卵的大出血感染 那么当然还有多胎妊娠的风险 以及异味妊娠的风险 所以我们在试管婴儿治疗过程中 作为医生也是做好了各种医院 那么总之来说 试管婴儿的既是很成熟 也是很安全的 专家提示 1.试管婴儿技术应用不当会出现并发症 2.如醋抬卵过程 卵巢过度刺激导致病人 出现胸闷气短 出现大量腹水 甚至血栓 3.取卵过程中导致盆腔脏气损伤 出现大出血感染 4.还有多胎妊娠风险 以及异味妊娠风险 3.不宜 。